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祝佛菩萨 祖师大德 除世带人皆无 有没有违反弟子鬼 有没有违反感应片 有没有违反十三业 整个圆融在生活当中 学识要分开来 一个科目一个科目学 但是在你应用的时候是远融的 那如果你这个基础东西不学 你永远不会远融 你把华严金讲得天话乱坠 倒背如流 你也不远融 那为什么不远融呢 头一个你会很傲慢 觉得很了不起 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跟我相比 别人叫你 你可能离都不离人 帝子归上那些那些事你都不会都做不到 你认为那个是小学生的不值得 不消一体 你就错了 所以凡事起头难 无论是 学福 学书 学道 乃至于学世界法 基础教育重要 中国在这个五千年来 代代有高人出来 没有别的 基础太好了 真实的基础 这个就是乳师道这三个根 那现在我们要什么有坚固的根 清净的根 我们在佛法上就决定不能有拯救 那个可见的这个基础教育重要 基础教育要真能学得好 还是要一中考中 自己一个人考很困难 要上学 那现在我们有这么一个学校 在汤匙办的这个中心 是我们传统文化教育中心 你到那边去 学个两个月三个月 学个半年 能有时间呢 最低限度去学半年 一中考中啊 你才真的有根 半年先开始学 学三个月 把它做到 然后再怎么 再去教学 到每一个村庄 每一个人家去教 你的根就真正找到了 教学相长啊 你从教学里面呢 你才真正体会到 这个经文里面的义学 你没有亲自去教 不辞实 汤匙的一些老师 有这个经验 亲自去教 跟没有去教 不一样 特别是 想在佛法里面深入 一定要经过这个经历 没有这个经历的话 你的基础不稳固 所以这个扩程 不是叫你背的 不是叫你讲的 是要叫你把这个三百六十句 字字句句 落实到生活 落实到工作 待人解雾 你这个根就咋生了 无论学什么法门 如是道都可以 你肯定有接触的成就 你肯定有接触的论 你肯定有接触的成就 优优独播剧场